來世不可待 往事不可追 快跟莊子一起逍遙游 歡迎來到愛波外初中 乘與身心靈平衡 今天要與大家聊聊莊子教會我的四件事情 快來一本書叫做《正式時候讀莊子》 她是台大的美女教授蔡碧銘老師所出版 連小天后蔡依林都非常喜歡喔 最下午是叫莊子 莊子呢她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大思想家跟哲學家 屬於道家思想的系統 常常跟老子齊名放在一起 但是莊子呢她個人是比較強調奇悟以及逍遙的 奇悟的意思呢就是我們常常 我們應該要去除二元性的對立 去除那些是與非對與錯 然後你長我短你高我低的這種觀念 因為誰可以證明一件事情的發生 你是對的我是錯的呢 如果我們真的找了第三個人進來評判這件事情 那她會不會又偏頗於某一方呢 有可能嘛把自己的我的這個部分縮小一點 縮小到跟所有不同的人一模一樣 那麼我們就奇悟 奇悟之後就有可能進入逍遙的狀態 這對儒家思想是非常不同的 儒家思想深深地影響我們 並向影響中國五千年來的封建制度的行為 要強調要積極入室的 並且是以群體的利益為主 譬如說強調孝順啊強調倫理啊 均均層層層夫婦子子 再有上下位階 大家聚在一起的框架一點的關係 所以她們那個時候就會非常誤會莊子 想說你這個個人主義 整天要搞超脫 要修自己的內心 思想呢在那個時代呢也是比較分歧的 那麼莊子教會我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 往事不可追來事不可待 我們已經發生過的往事 已經不可再追憶了 而未來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我們幹嘛去期待呢 所以應該做的事就是 活在並保留在當下 現在現代裡面的很多我們啊 包括是五千多年以前的古人 他們好像也都有這種煩惱 常常是而限逆在回憶的過往裡面 不可自保 不然就是無限的遠跳一個 還沒有發生的位台 然後一直去追 追名追理 然後希望可以考上大觀啊什麼的 那麼縮小到我們現代呢 何嘗不是還在輪迴一樣的事情呢 很難去確確實實的 待在我們這個當下裡面 用我們目前當下裡面 可用的資源範圍去創造 屬於我們現在的快樂 必病就是活在精神上的時差裡面 明明現在今天就在這裡了 今天就等於明天的昨天 就等於昨天的明天 那為什麼還要去期待更多的明天跟昨天呢 把握現在不就好了嗎 所以透過莊子的再次提醒 我就想到說 我真的是要好好的活在當下 我們也一定要這麼做 第二個呢是相無以沒 不如相忘於江湖 這一句話的典故呢 是來自於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條呢 古代泉水 它突然乾涸了以後 上面浮出來的兩隻小魚 沒有了泉水嗎 所以他們只能以 互相各自的口水去清潤對方 為了求生存可以活下去 這就有點形容說 我們在人生之間的關係裡啊 常常有時候會與一些人共患難 無論是友情愛情或親情 我們都會非常非常珍惜彼此的那個回憶 不過其實那樣的狀態 裝子認為是不那麼健康自然跟逍遙的 我們應該要到最後也有一種釋懷 一種大釋懷可以放下相忘於江湖 讓這兩隻小魚呢 牠們回到各自的海洋去 然後各奔東西 掰掰 掰掰 我們來身見 有些人啊可能會想說 我們又不是魚 也不是純動物 人是一個充滿感性的 有情緒的生物啊 我們怎麼可能忘記說 我們曾經親認對方 互相扶持的那些艱難的時刻 而就這樣背離彼此呢 但其實有時候有些情境 就是讓我們去珍惜的去把握那個當下的 既然後來大家有各自需要去走的道徒 而那些道徒是更適合彼此 並且是順應著生命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也就應該說再見了 而那個說再見最後那個決定 如果是為你為我 我們彼此雙方都可以共好的話 其實相忘於江湖也就不會是那麼難的事了 第三個是身體比直方為自然 是代表莊子他認為我們人啊 無論是現代人或古人好像都有一個通病 就是我們常常會希望在有限的人生裡 我可能覺得我一生中只會活個七八十歲 所以我好像必須在有限人生裡 趕快趕快趕快急促破解的創建出些什麼 在有限的人生裡面追求一些無限的可能 可是這卻讓我們的身心啊 都產生了一個很大的交互影響 他在裡面也一直有提到說 不要存留太多負面的思維 如果盡可能的少去跟放空放掉的話 那真的是最好的 因為常常我們的心啊心態 就影響到我們外在的形式了 無法保持一個確實比直的樣子 譬如說有時候我們走路 你會發現自己或身邊的人 都會一直有點往前傾的感覺 好像頭腦啊 他總是比你的身體跨一步 那這個行為的思緒背後呢 你可能或許上昇著你太急躁於去追求些什麼 而沒辦法保持一個比直的自然的狀態 但是莊子爺認為說也不要刻意養生過度啦 因為以前的人或許有些人想要爭得一個 什麼福祿受洗之類的一個像長壽這樣的名聲 所以就刻意過度養生啊 然後勞其筋骨 這也不是他所鼓勵的 保持一個自然逍遙 然後呈現一個圓圓奔奔的樣子 對自己跟對整個家族家人最棒的一個呈現 第四呢是越能挺得住孤獨 你就會越強大 這樣子的思想裡面呢 他認為清靜、無為、孤獨、極靜 它是生命的最高境界 也是一個宇宙萬物的根本 當一個人啊 他累積越多的智慧 跟他想得越明白 他自己在這個天地準則之間的一個定位之後呢 他勢必會走在越來越孤獨 越來越人厭欣少的道路上 那是因為我們與人群之間啊 已經不會再有些匮乏 需要去就是相互鼓足、相互搶奪了 活得越來越清楚了 所以走在一個獨處的道路上 也不見得是與人失去連結啊 反而是活出了自己與天地之間更清明、更清晰 意志更寧靜的一個思想空間 而在那個空間裡呢 我們才可以做更多的個人運動 思想上活躍跟激盪的一個這樣的狀態 其實我是認為我們現代人 生活在一個黏著度很高的一個社群裡嘛 所以其實是很難去全然的像中子 這樣的古人一樣隱居山林 當成變成一個全然的影視影者 我們只要抓住了一個平衡 一個獨處以及與他人相處之間的平衡 可能百分之五十、五十、六十、四十 這樣子的一個平衡點的話 其實就好了 就等於我們現存儒家跟莊子 這樣子的道家思想裡面 也抓出了一個平衡點 故事與入室之間 找到了一個自己覺得OK的地方 就是我們需要去學習的一件事情喔 那如果喜歡這本書 正是時候讀莊子的朋友 我有把連結方描述完在下方 裡面呢它 就是所有古人的那種超男的文言文 它都以漫畫的方式呈現在裡面 所以就是我們可以閱讀得非常快 然後迅速的吸收十三篇 有關於妝字眼的精華 那麼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一起分享出去給需要的人 下次見喔 掰掰 香如螢幕 不如香忘於江湖